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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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个红油汤味全是那个番茄浓汤的味道 而且看那个汤底特别的稠 但是我觉得唯一和咱以前吃过的那个番茄锅底不同的是 因为木瓜真的是很香 它渗透了点那个木瓜的清香味 我觉得可以先尝尝这个汤汁味 它这个番茄汤要比以前吃的那个番茄锅底的汤酸 但是后劲是有一点木瓜的清香味的 番茄木瓜汤已经让大莫莫不知道该如何下拴菜了 当她去挑选拴菜的时候 第二轮的不可思议就开始了 投入烧肉 咬了个曲直杀 我没有看错 这是残酿 菜上还有这个什么 锅肉 锅肉 你看 叉鸭鱼香 鱼花 还有这个 红烧肉 你看 红烧肉 看着怎么会演 我就咽口水了 红烧肉 这就是红烧肉嘛 色色香友善 鲨鱼 大铜飞上 大铜飞上 它这一排简直是稀罕物太多了 我第一次在四川创造店里 吃到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菜品 是要如何在一个清新酸爽的 番茄木花锅里涮的呢 我觉得我们从基础的先来吧 虾仁是肯定没问题的 看看涮过以后什么味道 还有啥可以涮 还有啥 番茄牛腩 对 我们忽略了一道菜 番茄牛腩都是番茄配牛肉啊 但是这个牛肉是腌过的 有麻辣的味道 我不知道里边怎么样 我们随机拿两个吧 这个是笋包牛肉 你看能看到腌过的这个痕迹 然后有辣辣椒的味道 所以说我们放到番茄锅里试试 最后我们就将牛肉和蔬菜 放入了番茄木瓜的汤锅里 剩下的那些奇怪的菜品 就全部放在了辣汤中 许愿它们不会是黑暗的味道吧 我觉得我们应该尝试一下 刚才下句的麻辣牛肉 对 没有很奇怪啊 一开始表情很痛苦 不不不不 没有很奇怪 怎么说就是说 这个牛肉保留了原本 它腌过那个味道 因为它腌的是很入味的 所以说有那个自然呀 然后辣椒啊 那个辣味 但是因为中和了这个番茄的甜味 所以说没有那么的辣了 又没有盖掉过它本身那些辣味 而且听说用番茄 对牛肉的话 牛肉更乱 会让牛肉更软 更烂 更软更烂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奇怪 反倒还有点好吃 排雷体验获得了意外的惊喜 酸爽的口味 在吃串串之前喝两口汤 开开胃也不错 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锅底 出现在穿味串串火锅店呢 大人带着孩子 没法吃这些辣的东西 研究出来这个番茄木瓜锅 我看你用的就是正儿八经的 纯正那种水果木瓜 它就怎么做呢 我们一开始就是把木瓜和番茄 通过料理机打碎 然后开始熬制 熬制了以后会有一些粘稠 我们通知会加一些高汤 一饭一定的比例 然后尽量就是上锅 怪不得他们家的这个锅底 吃起来那么的维郁 然后酸度和甜度什么的 都是原汁原味的感觉 我的妈呀 我这是到了云南吗 奇怪 先最中口味了吧 不 先挑战你二人 简单一点的吧 红椒肉 面不腻 肥油的味道完全是煮化了 红烧肉在被穿成串串之前 都是大肉块 先卤至上色 将多余的脂肪油排出来 然后切小片 穿签快速地过油炸 最后淋上一些红油和辣椒面入味 吃的时候红油汤锅涮一下 油腻的感觉就吃不到了 留下的只有油润的肉香 这一口绝对是肉肉爱好者的专属 和蛙嘴一样 对啊 就是吃过采泳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 里边有很多的椒原蛋白 然后你咬下去其实在嘴里会爆汁了 然后就很香 就越吃越香越吃越香 就是在炸过的之后嘛 它就涮过之后有吸那个红油的辣 所以说你能感受到红油的辣配合着它那个香味 混合在一起 如果真的是能吃惯的人一定会喜欢吃这个的 螺肉其实应该还OK吧 螺肉在咱们穿锅里应该蛮少见的 它这几个 对都还蛮少 它这个螺肉是这样的 就是上面一个螺肉 中间配了一个小山椒 然后下边再配一个螺肉 而且这个螺肉本身应该也是腌过的 螺肉很劲的 超筋 就是咱明日吃的麻辣螺丝 把口气掉了 麻辣螺 对 残涌 螺肉 扇段 这些都经过了前期的腌制油炸加工 一方面是入底味 另一方面是定型 不然像这种小个头的残涌 就很容易在汤锅里煮伞找不到了 其实就是咱夏天吃的炸残涌 然后什么拌螺肉 烤鞭花 在这里全都可以涮了 就改变了一种烹饪方法之后 把它们的这个特点更明确了一点 没有觉得很奇怪 反而味道也还不错 另外就是这个番茄木瓜锅 给大家一个小窍门 就是吃完这个辣锅之后 再吃这个番茄锅 可以解辣和解腻 这家店就在郑州市郑通路 与仁河路交叉口的东北角 好 左冷禅串串里 接下来呢 带大家伙来吃羊肉 因为这个羊肉呢 要说特点哈 呃 卷着吃 卷着吃 啥羊肉不是卷着吃 对 吃羊肉不是卷着吃 你说那是羊肉卷 我说的是羊肉卷着吃 一个是卷 一个是卷 怎么卷 烤鸭吃 那我说不清楚 咱看 看了 看了 哈哈哈哈 导演说得很对 跟你说不清楚 对吧 咱就看 看了就明白了 哇 看看 热气腾腾 蒸羊头 蒸羊脑 这是啥 羊鞭 我跟你说这个不错 这个大补 这个吃 咱讲点这个吧 不愿 来 咬哪儿这个吧 我是不碰这个东西 那一会儿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这是羊排 羊肉 羊肚 羊肠 羊头 羊脑 羊半骨 羊蝎子 羊全身都吃全户了这 这家店打着吃羊肉的旗号 卖的基本上是全羊了 不仅有羊肉 羊身上的各种部位 基本上都有 对于羊肉控门来说 算是一个不错的地方了 不过他们家最有意思的地方 可不在于吃羊肉 这个是落膜 落膜卷羊肉 卷着家的青菜 可以做点酱 酱 可不就是他吃的 他这个的话 这样一卷 他这个排骨的话还比较烂 还是好的 所以说可以直接吃 这个骨头很淡 脆脆其实没事 我感觉比高压好吃 形状比较丰富 而且像女生都不喜欢吃特别油腻的 但是他家这个一点都不油腻 就是配上青菜还有这个饼 然后吃起来口感特别好 一直加热的 这是小砂锅 哇 这个羊排好软啊 特别软烂 羊肉配生菜的感觉好好吃 因为羊肉本来比较腻嘛 嗯 这个生菜正好减腻了 然后他们搭配到一块 你就会觉得不是那么腻了 而且他这个羊肉真的特别软 特别烂的那种感觉 看下他的羊排 再煮一会可能都要碎掉的感觉 我看到我的羊饱了 这可是羊的精华哦 实在是不能理解 而且我觉得这样的做法 摆脱了孜然对羊肉的质物 老板 果膜卷羊肉 真是给他弄的彻底软烂了 这真是这个肥肉香甜啊 其实羊肉本来的味才是 最吸引人的地方 孜然和其他什么酱料只是紧上平坏 有认知以来我觉得羊肉 还没有让我失望的 本身就很香 因为它羊肉有点肥肉 嗯 特别香 对于真正爱吃羊肉的人 其实并不在乎用什么烹调方法 因为羊肉本身的味道 就带有足够的魅力了 这家店的羊肉 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佐料去烹饪 也没有很重的羊山味 看来他们对自己羊肉的品质 算是非常有自信 咱这个羊肉是那个 乌蒙贝尔大草原的山羊 因为它那个地方羊是天然牧场 自然散羊 它是在那个草原上 边吃草边晕种那种 晕种羊啊 对对对 这个羊它那个肉质比较细腻 就是清水薯啊 没有那种山味 我们就是做那个 用水直接煮这个羊肉 它这个汤下的肉多 每天要煮两三只羊 所以说汤 咱这个汤就是直接肉滚出来的 这是初步加工 二道加工前面还有个老汤 除了这种清水煮出来的羊肉 他们家对于羊肉的不同部位 也有不一样的烹调方式 特别有意思是 不同部位有不同做法 像这个羊排羊肚 它是这样煮着吃的 羊蝎子还有羊棒肚酱出来的 羊脑它是蒸出来的 接下来我要尝一下 它加了这个羊棒肚 这个酱出来的 跟它这个煮出来就是不一样 这味道特别足 这个太过瘾了 就是精华羊蝎子 看它这个肉超级烂 酱出来的羊肉 完全吃不到羊肚酱 像这种羊肉 你吃着你还能带一点羊肉的山味 那其实就是羊本身的味道 但是这种 你完全吃不到羊山味 主要就是吃它这个酱味 还有这个羊本身 它这个肉比较肥的这种口感 酱香味的羊蝎子和羊棒肚 味道比较浓郁 对于完全受不了羊山味的客人 算是非常友好了 听店里的大厨说 这种做法离不开一样 正殿之宝 这个汤就是我们的那个特色的神汤吧 正殿之宝 对对对 这个汤一百多年了 这个汤是那个我师父那块穿的 到汤那一块是六代 我这一块要算是几七代 这个汤里面放的有花椒 辣椒 白质 党参 还有一个螺汉果 螺汉果是清热的 骨气党参是刺濡的 清水煮过的羊肉 必须要经过第二道加工过程 就是用这锅百年老汤充分入味 放入砂锅中慢慢小火微炖 这便是这里的羊肉吃起来软烂离骨的原因了 虽说这家店主打就是吃羊肉 但据说在这里还有一样与羊肉完全不相关的美食 也非常受大家欢迎 这个汤也挺烤的 这个是啥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特色 女生比较喜欢它 库尔勒烤雪梨 这梨是烤出来的吗 你看你注意到 这个大缸子是烤梨吗 小梨挺烤的 哇 这里面有好多糖瓷罐 这里面是糖梨水是吗 有库尔勒雪 有甘蔗 有雪 有春贝 有乌花果 这么多东西啊 好 那一会给我来一杯是吧 来两杯 我也有一杯 他家除了吃羊肉 还有一个点睛之底 这个跟羊肉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他家的这个 库尔勒烤梨 里面有枸杞 有梨 还有甘蔗 我刚刚听他说里面还有 胡花果 你看这里面的甘蔗 这真的是一整颗梨在里面 一整颗梨 有一点甜甜的感觉 我觉得他应该没有放糖 因为他里面放的有甘蔗嘛 还有这个梨 它本身就是不甜味的 再放他那个那陶瓷缸子里面去烤 这个还是喝着挺滋补的 要不然羊肉吃多了 你可能会上火 这个可能把这个火往下降一降 可能是起到一个这样的效果 就像是一整颗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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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傻傻分不清楚的炖锅 究竟是什么味道 茅庐里面的乐山名菜 究竟是什么 楼下买菜 楼上吃饭的新鲜网红吃法 到底怎么样 广告很短 精彩 马上回来 刚才卷羊肉 现在大家都知道怎么吃了 看明白了 那接下来这个锅 我真的不知道 用什么锅来形容它 砂锅 打边炉 瓦瓜 通通都不是 就是裹了菜质比较奇特 也不奇特 还是看了才能明白的一个 就是吃法上你有点说不清 道不明 依然是羊肉 走起来 羊火锅 羊肉汤 这是那种羊肉锅 沙锅冻锅 应该是他们出的新品吧 以前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一些参 然后那个枸杞 这些味都在里面 有一点那个胡椒 然后喝着口 好喝 它这个是以羊肉汤为主 味道挺鲜的 新鲜味 别人炉 汤我觉得稍微有一点淡 这个汤就很浓郁 就非常适合我们的口味 先算菜 然后再喝肉 可能和那个平时那个汤有点区别 就是加一些丸子 酥油再煮 就能增加了一些更多的香味 老吃家呀 就当那边带一点点那个肥的 带点筋的 这叫做酒 这叫享受生活 炖锅 火锅 砂锅 打边炉 还是羊肉汤 眼前这个锅外形有点像广东的打边炉 没想到吃法却特别多 还得到了在座吃货的一致好评 这到底是个啥 这个锅本身的话就是跟像我们吃大边炉 那个锅会一样吗 不一样 我们这个锅全部都是从江西里面定制的 材质上啊 还有它的那个耐热程度啊 还有它的那个受热均匀 这种程度是不一样的 我们当初吃大边炉就在想怎么样去结合这个大边炉这个形式 去突破这个羊肉汤的传统模式 自己创新一个新的炭锅 这里面我们所放的汤和那个外面大锅里煮的那个羊汤 虽然说是一口锅出来的汤 但是里面我们加了有我们自己秘质配的料 一说秘质配的料的时候就开始笑 你知道吗 会心一笑 意思就是说你别问了 你知道吗 问了我也不告诉你 所以加料会更多一些 对 加料会比较丰富 包括里面的配菜也是非常 品种比较多 那羊肉一样吗 产用也不一样 我们这个锅产用的是一只整体的 整个的就踢鼓的小山羊肉 所以这个明白了 形式你可以把它定义成就是打鞭炉 对吧 北方人的打鞭炉 但是内容上是全变了 六七个月的本地小山羊肉汁嫩没什么山味 切块之后熬成汤才能将羊肉的鲜味充分锁住 煮的软烂的羊肉也不能浪费 改刀成丁放入特制的锅中 配上料粉 红枣 枸杞 挡参 萝卜 香菇等配菜 浇上香浓的羊肉汤就可以上桌了 对了 底部还要架上红通通的炭炉 看起来更像打鞭炉 这样一边吃一边唠嗑更有感觉 说这么多不如自己直接来一口 对吧 先尝尝这个汤 平常喝完羊肉汁汤嘛 你得自己放盐吧 自己放那些调味料吧 这个直接就已经是调配好的 味道就会比较浓郁 一起凉伤味 在这里边基本就喝不到 接下来就是大家伙脑洞大开的时候了 想吃砂锅 配烧饼 配烧饼 对吧 想给它当成一个羊肉炖锅来吃 直接吃肉就可以了 广东打边炉 讲究配海鲜汁 蒜蓉酱等小料来吃 眼前的炖锅也毫不舒振 两种料点看起来就很诱人 据说滋味也是各有千秋 蘸干料吃 有一点点那个吃烤饼的感觉 但是比吃烤饼嫩的多 蘸料里边略带一点自然的味道 还有一点微微辣的味道 吃起来味道会更足 我再试一下油点吧 其实刚才在闻的时候 因为它上面有一层油嘛在绷着 所以你闻不到那个蒜香味 特别浓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这么一拌的话 哇 其实那个蒜味还是蛮足的那种 按照师傅的说法的话 这个油点其实更适合 像素材 对吧 这两个吃法你随意 肉嘛 遇上那个蒜汁的时候 那个香气 就是这个味道 它可以解腻可以增香 吃起来是比较过瘾的 当然了这边的话 其实你像这个 羊肉的酥肉 蘸点这个干料 就是说这个时候 你脑洞大开你随意了 看来刚才有很多人吃 酥肉下锅 可以当个炒锅吃 值得一提的是 面糊里的鸡蛋还是虫草蛋 炸出的酥肉颜色金黄 端上桌时直冒热气 直接吃外酥内软 蘸着干点吃则多了几分 自然的香味 放入锅里煮一下 酥肉和羊汤蔬菜的香味 香度渗透 那滋味就更足了 偷偷告诉你 这里还有现炸的牛肉丸子 据说味道也不错 这些肉你吃个差不多之后 你就可以 素菜 当做火锅来吃 最后的时候 一定一定是咱河南人 吃这种锅类的 保留的一个项目 老板 吓回面 这一锅看着就呆劲了 一个锅硬是吃出了 四个不同的阶段 四种独特的口感 不得不感叹 吃货的智慧真是无穷的 除了羊肉炖锅之外 店里还有羊杂炖锅 酥肉丸子炖锅 牛三宝炖锅等 有兴趣的吃货 可以一一尝试 如果您也想尝尝 吃法多样的炖锅和羊肉汤 那就请记好地址 郑州市十里铺街 与白庄街交叉口 向北一百米路东 郑洪山小区西门旁 刘记全羊肉鲜汤管 用香油炸出来的鲫鱼 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 四川正宗的红油超手 在哪能吃到 广告很短精彩 马上回来 三国演艺有看过吗 看过 现在我跟你讲 真的是啊 你要是没看过四大名著 没看过一些武侠小说 你都不知道出门要吃啥 你知道吗 这还有关系吗 有关系 你知道 像当年刘备有过三顾茅庐 有 对吧 去找出个量 但是茅庐呢 现在也变了 不再是以前那个茅庐了 那他现在啥用处啊 啥用处 说是说不清楚的 看了才知道 对 哈哈哈哈 一起来看看吧 茅庐现在究竟是 什么样子的 哎 廖老师 我给您说 三个 三个翠你看 您能香脑啥 嗯 船菜 烤牙 片鹿 船菜 嗯 香脑 盲小旺 水煮鱼 而且都感觉比较辣 烤鸭 烤鸭就是想起来北京烤鸭 外皮比较酥 肉比较嫩 然后蒋个饼蘸着酱尺 甜鹿味 不都是鹿味不都是咸香的 这个甜鹿味 这会儿好像没啥印象 甜鹿味你吃过没 我没吃过 你要不要吃 你要带我吃 你要带我吃 哈哈哈哈 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好呀 走吧 虽然电视机前的 您可能没有听明白 今天到底要吃啥 但是这三个关键词 确实是在一道菜里出现的 真没吃过 感觉鸭子吃了不少 但它这个调的鸭子都得吃 这道菜就是今天的头牌 外表看着就是一盘烤鸭嘛 油亮红润的外皮 晶莹剔透 只是跟平时常见的北京烤鸭 少了点配菜 多了点芝麻而已 北京烤鸭嘛 它是有甜面酱 蘸的酱吃 但是北京烤鸭的口感不一样 它那个鸭肉比较嫩 外面那根鸭皮质比较酥 后味很香很香 就是这个你是肥的瘦的脆骨一起咬 鸭是酥的 然后那层肥的是软的 然后肉是筋的 脆骨是脆的 所以就是这一口 什么口感都有了 因为这个别的串菜店没有嘛 所以就像咬咬 以前吃过那个穿味的鸭子 但不是这种 不是那种脆皮鸭 是哪种 吃的那种芙蓉鸭 跟这个其实是完全不一样 不一样 虽然这道菜吃的鸭皮很脆 但是可不叫脆皮鸭 它的名字叫乐山甜皮鸭 这可是个地道的四川小吃 甜皮鸭是在乐山 非常出名的一道菜 是从很小宫廷 盛下来的一道菜 关于甜皮鸭呢 我在网上找到一段 比较有意思的介绍 说四川人只要想到甜皮鸭 就一定会想到甜皮鸭市乐山 在去成都的高铁上 人手一只甜皮鸭是乐山人的标配 在整个四川都非常著名的一个菜 但是对于一个郑州人来说 我觉得还是比较陌生的 来吧 郑州人 来吧 先唱一下 咸了 没有当闹 有些地方的话 它是不怎么吃甜味 然后这道菜也很少对外推过 所以说你在外地的话 其实基本上很少 听见过这道菜 但是它这个外卖就是甜味 然后这芽子吧 小芽子 然后它里面是个肉湿 有点馅 然后有点馅天结合 有点无响的感觉 对 完全还比较冷 对对对 就是吃芽子 然后感觉就突然叫 对 肉有点紧 又是有点紧 对 这个还可以 我就觉得比较接近那个红烧 红烧肉的那个味儿 甜甜的酱香味 它这个鸭子本身这个肉里面 它带有甜味 比较干 比较纯那种 它不是那种可腻 不是那种可腻的那种 看起来很像广盛那种烧鹅 它就需要加热一下 其实天热就是比较好吃的 看到这儿 我想您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 又是烤鸭又是卤味 这烤的卤的到底算个啥 说实话 这菜呀 做起来还真有点麻烦 首先是把鸭撒好毛去干净 用盐 胡椒粉 料酒姜葱 然后内外抹匀 腌制8个小时 入到底味 然后再进行一个上色 我们是采用的是红曲米 上成一个有点红色的那种感觉 红曲米的话 它是有一点点香味的 所以说颜色和那个老抽啊 糖啊 它的颜色都是没有红曲米的颜色 一般作为卤味来说 上色的步骤大部分都是在卤制的时候 但是这甜皮鸭的上色却是单独进行的 鸭皮在红曲米的作用下 呈现的不是之前看到的红褐色 而是稍微重一点的粉红色 上色之后 然后进行一个卤制的一个腾讯 然后加八角 香叶 桂皮 等等等等 卤制 40分钟 然后把那个挂起 把那个水制瀝干 晾好的鸭子 颜色还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 依旧是粉色的 究竟是怎样的工序 让它变深的呢 卤完之后进行一个 淋油的过程 这淋油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做 黄河大鲤鱼的步骤 将油一遍一遍地淋在鸭子表面 瞬间鸭子的外皮就开始收缩 紧致 有些地方还会滋滋地冒出油泡 颜色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炸 太油腻了 有些可能它接收不了 而且呢 如果用炸的方法 鸭肉会完全被闷在油锅里 无法呼吸 肉质也会失去弹性 所以说我们就采用的是一遍遍淋油 淋15分钟 淋了外出理论 然后再来挂糖 最后一步就是挂糖 和北京烤鸭的淋糖水不同 这糖要感觉浓稠很多 然后挂糖的话 我们是用的是鸡糖 冰糖 麦鸭糖 然后进行一个熬制 然后进行一个挂糖的一个程序 淋过油的鸭子表皮已经变得爽脆 再裹上一层厚厚的糖衣 这一口下去 嗯 你懂得 当然了 来川菜店不能只说一个甜味的菜吧 这标配的麻辣口味怎么少得了呢 一会儿再感受另外一个吧 好 那想吃个喜闻乐见 是吧 吃猪育 这也是招牌嘛 然后吃的时候口感很嫩也很新鲜 麻辣适中吧 对于不能吃辣的人 我觉得是能接受的 你们来了三次都点了自己 哦 你们来三次都吃了 感觉就来点时候没事 就感觉这味道还不错嘛 我第一个感觉很有味 我想这样说 因为去各种就是 一往吃了景点去别的地方 有时候看着这个菜 你看看着跟着一样 嗯 但是这个鱼片你吃到嘴里 没味儿 就是也不现 就是虽然抠根的话 但是没味儿 这个你往嘴里吃就是现强 他其实叫水鲁鱼 他这并不是麻辣 他就想辣椒的香味 辣味辣味算是细索 他有个麻油 有点麻 对对外干有点麻油 这是自己熬的麻油吗 对自己煸制的 边有麻椒有好多特殊的香料 比如说香油 然后上本的麻椒 所以这个麻味会比较明显是吧 对对对 这个鱼汉比较温暖 基本上现在吃鱼的透熟食物 刀工都在这时候 是吧 这么做 不要吃鱼汉 哈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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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锅厂的味儿这样吃 锅巴 大锅巴 跟以前吃的锅巴略有不同 没有那种 屁了吧屁了吧 的响声 但是这锅巴的厚度和脆度 要比之前高很多 搭配的肉片也处理的很好 这个肉特别的炙化 他假如说这个肉轮 这个套路就是这样 就是不管你啥看 这个肉一定要嫩 一定要滑 哎呀你现在啊 真是 各种各样的吃法是层出不穷啊 你知道吗 平常我们会说 哎呀那我们下班了回家买个菜 然后回家再做伴吃 对吧 对 现在你去饭店哈 这一套流程依然适用 楼下买点海鲜 楼上吃 要现买 现做 现吃 这样呢才能体现出人家叫做 海鲜的感觉 今天说去这样吃 里边得有多少好吃的呀 准备好了 今天饿了一个上午了 赶紧走 走 到了 咋了 是不是来错地了 嗯 门是在这吗 是在这 那近一点 我是不是打开的方式有点问题啊 是啊 我们是已经到了饭店了吗 感觉像超市 就是一个超市不是感觉好吗 白的琳琅满目的东西 这是饭店吗 有卖水果的还打开架枪 这 这是不是就是个超市 我感觉像 反正 有人吃面 难道今天是来吃面呢 那边那边那边 有面有面 香辣牛杂面 好 我觉得没这么见 还有牛排啊 他也没 有牛排船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新一路附近的一个大餐厅 有五层楼高 可是这进了门怎么它就变神了呢 新鲜鲜的水果蔬菜 丰富的货物 别给我说是自己来卖菜自己做了吧 我们是超市型饭店 自选型 嗯 你的闲刺倒是长嘴都赖 哼 你要说这是饭店 目前只看到煮面和煎牛肉条 这能开得了桌 我明白了 他其实这个就跟那个马爸爸的河马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里选择自己想吃的东西 然后再上去加工 我们现在第一步就肯定要推个车了 走跟我走 选食材去超市想吃饭去餐厅 但是这儿是把几种功能都融合起来 变身成集菜市场超市和餐厅 于一身的新式购物就餐模式 蔬菜类等容易加工的食材 这里是不提供现做服务的 说白了就是只做肉 赶紧看看有啥肉肉可以现买现做的呢 惊喜体验仪 买菜不用自己动手做 哎呀我觉得这个好哎 这个可以买一只羊加工吗 中间的话有那个羊肉小宝座 哦 我可以要这个吗 请问 多少钱啊 145一斤 那一只 咱们这个是咋加工啊 日蒸 清蒸 还有啥 算什么呢 有加工费没有 新鲜的海鲜几乎现捞现吃 可以做成清蒸 蒜 蜡炒 白灼 等各种口味 好的 我买了还不到一斤 四块九 那就是比我自己平时买的吃还方便 我还不用洗碗洗盘子 而且餐厅加工不收取任何加工费 方便省心 价格也比较实惠 除了羊肉和海鲜 牛肉的吃法也有很多 哦 这是鲜牛排 在这儿 上面这个牛肉在下面加工那种牛排船的 快捷式的就是把牛肉煎好之后切成块再放到那种纸盒里 对对 今天先来店里吃我们肯定选这种啊 剔谷 战谷和西楼 但做瓶怎么样 咱吃了才知道 其实在这儿就等于相当于来一个超市 买掉乱七八糟别的 然后在这儿复完款之后上楼就可以把你那些生的加工了 剩下的就是也可以拿回家吃也可以在楼上边吃边玩 挺像一个春季野餐的我觉得 海鲜一个牛排 它楼上二楼显示音乐餐厅应该就在楼上加工 走了 走 楼下买菜楼上吃饭 惊喜甜二 现买现吃超新鲜 二楼还有自助餐 对 三十九 我不想吃这个了 三十九 三十九一位 三十九 你没抛钱啊 你问哪 多少钱一位 三十九 就是三十九 看看有啥 我看它披萨什么都有 楼上的餐厅不仅可以按菜单点菜 工作日中午还有自助餐提供 每人只要三十九元 作为工作餐不要太丰盛啦 那我们在楼下买的这个是什么 在这边 就直接在这儿加工 对 还有寿司 你们寿司是三十九块钱包含的吗 自助餐也带 自助餐也包含寿司啊 咱吃自助餐吧 那这个怎么办 这个要加工手 这个要炒辣的 要不炒不辣的 三楼的餐厅环境很好 以西餐为主 除了选择实惠的自助餐 我们也发现了 不论多少钱都能在这儿吃嗨的米诀 多少预算都吃嗨 这第一配版自制海鲜面 能想要到这一盘 花隔多少钱吗 真的是便宜到无法想象 才四块九毛钱 什么都带了 这么大一盘 那那是真便宜 真便宜 其实在楼下你看见都是活的 然后现在炒的味怎么样 我们可以尝一尝 它是微辣的 但是是甜口的 所以说这个味道还是挺符合大家口味 不沉 也不行 我觉得如果要我来的话 可以在楼下要一斤这个 再要一斤橙子 再来一份米饭 或者是要个面 它一煮 拌着吃海鲜面 十块钱海鲜辣酸 十块钱海鲜辣酸 海鲜米 我跟你说它是一份面很便宜的 然后再要一斤这个 凑碗一块 这个绝对比随便一个大街上的海鲜面 都实惠很多 你从楼底啊 都一直感觉 惦记住那碗面 你就是想吃 不是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实惠的搭配 如果您觉得牛排和披萨太贵的话 您可以这样来吃啊 所以说 它这里的多样性很多 多少预算都吃嗨 至高配版 拔草爆浆披萨 我看到了 它这还有披萨呀 在我们上楼的时候 发现这里也有网红美食 它是怎么爆浆的呢 这只好有60公分 这个就是我们上楼梯看到 它推荐的一个菜 咖喱牛肉的 这属于一个爆浆披萨 我刚刚镜头已经兜不住你 你看这爆浆爆的 我真的忍不住想再扯一遍 咦 看这好美味 我要吃了我不等了 这东西一凉就不好吃了 来吧 烫烫 烫 烫但是真的是爆浆 我就刚刚看见你嘴在冒烟 烫但是真的是爆浆 咬下去 满嘴都是那个姜汁味 有那个芝士味 还有那个咖喱牛肉那个香味 呦 这芝士真不错 因为我知道一般 芝士不太好扯不来这么长的丝 这个我能吃一个 这个一定要趁热吃 不然的话稍微放一会就不行了 特别这个边皮是丝的 你听我咬下去的声音 嗯 知道吗 是脆的 有点像葱油饼那个酥脆 就肠帮有点偏意识一点 就是它这个就是典型的脖底 然后里边是因为这个芝士非常的多 扯出来丝的同时在嘴里边 也是那种爆汁的感觉 就是满满的幸福感 体验了低配和高配版的美食之后 还有一种更加进阶的吃法 在楼下选一块圆切进口牛肉 交给大厨 就能吃到肉质四溢的牛排餐了 如果在底下买直接那种生的牛排呢 通常是在这里加工之后带回家的 它没有这些口味和配菜的选择 然后在这里还可以再单点 然后我们就是又额外的在这里 让它加了一些配菜 现在这个牛排已经被我们大卸八块了 传统的黑椒味 肉品还是可以的 嗯 挺嫩的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煎有点过 成熟程度可能高了一点 应该是七分熟的 但是它切开那个肉质肉丝什么能看到 里边还是很嫩的呀 能看见刺着这个汁水 我能这样 你这下看了我没人啊 你看 一下就咬掉了 对 一下就咬掉了 说明这个很嫩很 还挺有汁水的 吃到中间的部分发现那个汁水出来了 咬下去 还是挺鲜嫩多汁的 这样一个餐厅啊 还是非常的方便的 它牛排属于偏高端一点的 所以说来这里约个会啊什么的 也是OK的 但是它这里还有平价的39块钱的自助餐 同时最实惠的就是它这个海鲜了 对 是有贵的 是有贵的 但是我觉得这平价的和就是贵的 它是掺在一起的 所以说来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消费 这家惊喜不断的新型购物式餐厅 地址位于郑州市金水东路 新一路交叉口 西北角100米 接下来呢 带大家伙出去走一遭 然后呢 去体会一下咱这个 河南十八地市不同地方的各种特色明知 今天我们要去的一个地方呢 叫做鹿义 鹿义呢 有一条河叫做惠记河 河里边盛产什么 鱼 就是鱼哈 平常我们吃鱼很讨厌鱼刺 对吧 没关系 接下来这个好吃的啊 鱼刺都可以直接吃 到底是什么呢 呢 对那、本来是鱼 在鱼股黑市场上 是鱼股的鱼股 小鱼股一道有关 小鱼股一个女生 要不认为鱼股绘了 壮大人有关 大人有关 在这个区别人叫做滋断 这一道鱼股的鱼股 为鱼股股 cares 休息 都一生休息 对啊 这要呈起来 然后1-1L 这喝的自产自小的鱼这是 我紧张吃这鱼啊 哎呀得油烟没压烦 对老年人吃的好啊 你看看这分家国家吧 据当地的食客介绍 假摊遭遇 作为当地的特产 已经流传了两三百年 那它吃起来究竟是一种 什么样与众不同的独特口感呢 它给人家鱼吃的不一样 那有啥不一样呢 有啥不一样呢 人家鱼吃的瓜 它这鱼吃的香度好 这躁鱼吃的比较香 比较紧 不像人家的躁鱼吃的行 这个不行 躁鱼猪嘴的口感呢 就是说鱼肉吃起来口感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筋韧 它的味道很独特 我觉得是一种很复合的 这种清香的味道 躁鱼呢就是它的骨头 就是轻轻用手一捏 然后这个骨头完全都会酥掉 但是呢就是比较神奇的地方就是 从外表看形状是完整的 一天 然后就是那个盛藏主席 大概在两三年左右 就是两年 那这样的鱼有啥好处 这样的鱼就是 裹大了 不止 肉质了 然后就是那个 拓销 太销了 太销那个鱼鱼价值 给蒙上不过 它就选那个 正好就是周期在两年左右那 两年长到八寸长的鲫鱼 是假摊遭鱼的上等选料 活鱼宰杀 只去掉内脏就可以了 这个保留这个链就是良事 就是在制作过这种种 就是上天做好之后 就是上天三 可以保留那个鱼鱼的完整 你说这还是比较将就的 链是骨头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用香油,春香油 然后铲烧热的萨辣油 你为什么要用两种油来铲? 两种铲铲铲铲铲 放香油给萨辣油配一块 味道比较更香,味道更正 这个火锅也是比较加牛的 然后销火慢炸,然后炸鱼链 鱼看到发晃,搅晃 然后看到搅晃,鱼链感觉快清淋的感觉 像这个鱼呢 咱俩去见感觉 不敬好 不敬好 这是宅延振铅 然后掌握 你不敬好 能太阳 肯定 依然是直接 不敬好 太阳 就说 因为 您不敬好 明年 小郭说 假摊遭遇工艺很复杂 前后要历经16道工序 鱼肉和海带摆好之后 还需要再次请出香油 这次是炒料 用春香油炒来 我拿春香油炒料 然后这个香嘛 春香入口嘛 炒完之后 然后这个葱娘蒜 比较入味 然后炒好之后 炒成六肺树 然后每十年长的味就出来了 那个香味就出来了 最后加入老母鸡和大锅熬制的高汤 就可以开始闷糟了 一上锅里边 大锅 烧锅大锅两小时之后 经过小锅五六个小时 闷糟了 你说在锅里闷了八个小时左右 你说闷了时间长 对对 主要是闷了时间长 所以它这个刺了骨肉的面 再加上那个料理 原因有一个因素 所以这个鱼的骨肉啊 包括鱼啊都可以吃 一道看似不起眼 吃起来却别有动天的遭遇 前后要耗时一天一夜 才能呈现出外形完整 骨酥肉烂的效果 如果您有机会到路易 不妨尝尝当地这种 时间成就的风味小吃 接下来呢 带大家会吃的是一个 来自四川的特色美食 咱们这儿会管它叫做 馄饨 那在当地会叫什么 草松啦 龙超手 对吧 而且呢 这个还是很地道的 那个龙超手 各种各样的味道 总之呢 就是好吃 是吧 这个 先看节目吧 先看节目吧 我这边实在是不行 来来来 吃过两碗吧 说 那你吃的凉粉一般都是咋做的 炒凉粉其实还是可以的 全北凉粉 饭桌上上的那种凉菜 凉拌的凉粉 但是今天咱要去吃这个凉粉 它有点特别 有点特别 对 就在那儿 在那儿 那个红油 炒手 对 不是凉粉吗 你没看错 咱今天要找的这有点特别的凉粉 就藏在这炒手店里 你看这个红油炒手 我肯定是 酸味的 酸味 酸味 辣凉粉 看来今天的体验少不了 要火冒三丈了 虽说成都的小吃有不少 但这以凉粉为主的 其实也就那几样 黄凉粉 白凉粉 豌豆凉粉 伤心凉粉 总不能是冰粉吧 那可就太牵强了 还来了 这个是煮凉粉 煮凉粉 怎么样 煮出来的凉粉 是不是头一次见呢 摸着还是热的呢 上面撒着芹菜 热气一上来 芹菜香就给透出来了 红油 虽然不按贼 但是也够中口味 可香啊 感觉比较特别 煮凉粉 其实就是四川当地的一种 截头小吃 切好的凉粉 放在热水中煮熟 再拌上店家的秘质酱料 和我们常吃的凉拌凉粉 炒凉粉相比 那感觉可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先尝一尝 还可以 这里边这个酱 应该是豆瓣酱的味 挺香的 这个秦三醉的清香味 也挺搭的 这看着我可辣了 看着我看 其实吃起来像我说不太能吃辣的 其实吃起来感觉还行 微辣 有一点点辣 可以接受 主要就是靠这个水调 这个就适常这个蒜莲 多加一点点糖 就提鲜的感觉 要辣椒油 主要是提这个香 豆提香 两本这个红酱 红酱 他说有豆瓣酱 对 里头有放有豆瓣酱 这个就是 也是自己炒这个 好像豆豉 这是豆豉 对 豆豉 刚想说 它可能是甜面酱比的味道 船味小吃 总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 看上去满满的红油 怎么可能不辣吗 但其实 你还真误会它了 四川人 更在乎的是那种复合的味道 豆豉的咸香 配上豆瓣酱的浓香 绝不是自己的辣椒 可以代替的 感觉给你这一加 它这个凉粉可以软 你看它好透明啊 那个凉粉 我们选择用的是什么水 红薯凉粉 红薯凉粉 吃起来口感会比较好一点 在四川那边 用的 我都用的是豌豆 那个味道 可能和大部分 会接受不了 因为豌豆一煮的 又怪味不出 它又有点变眼多 我觉得 从这个凉粉的感觉来说 应该超手 出一屋也不会差 想吃超手了是吧 想吃超手 那还不好说 满足你 煮凉粉 咱们就当提前开开胃 超手就有好几种味道 还有不同的味道 是吧 红油 原汤 香菇海味 这还是海鲜的吗 那边吃那个红色的蓝色的 比较推荐哪个 哪个超手啊 就是红油 还有姜豆 红油超手和姜豆超手 都是拌的吗 也都是拌的 原汤 香菇 鱼香 都是白汤的 既然它这么便宜 咱俩能不能多点这种试试 真的可以 在北京有一次就叫疯狂超 人超级多 你看 我们这不就是馄饨吗 再来碗操赛 水星寺可以叫我 其实也算是一本 那个四川的一个小吃 全国各地的这个 教法不一样 还是包饭 包饭不一样 就形状不太一样是吧 兄弟和此租二绵 其实这超手应该都是一样的东西 只不过它把它装成不同的口味 然后但是它这个是圆的 你发现那样的 像个圆宝一样的 看着这个个头还挺大的呀 好像比咱 馄饨大一些 四川的超手 湖北的薄面 甚至广东的云吞 都是同一种食物 是从北方的馄饨演变来的 本质上差别并不大 看上去就感觉 看上去就感觉 感觉有点像出汗 感觉很辣 不辣 完全不辣 就这个辣椒看上去 特别特别有欺骗性 它现在是有一点辣椒 然后其他的是另外一些 不全是辣椒 当然超手和馄饨的差别 并非只是体现在了 外形和口味上 就连这超手瓶 也是暗藏玄机哦 它这个瓶是不是也比馄饨厚啊 就我们这个超手瓶 也是做四川面条 专门定制的 看这可厚呀 就感觉一张瓶 能有一毫米的厚度 咱吃那个馄饨瓶 就特别薄 厚是 主要是这个口感 因为它这个本来超手瓶 就是它的瓶 如果是薄的话 可能说是瓶已经煮得比较趴 就是弄得一点 为了确保超手瓶有足够的韧性 师傅还会把面皮放在机器里反复碾压 直到 我感觉拉了有以前两倍了都 所以说这个是就非常非常劲的 而且我觉得这一块从八年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个才七块钱 一个普通饭量的人或者一个女孩 这小不是够了 别看这家小店不大 人气也算不上火爆 但是从收银到后厨 全是这三个操汉子在忙活着 虽说这一碗超手卖不上什么价钱 但为了保证口感 不砸了自己辛辛苦苦学来的手艺 超手瓶 他们坚持按自己的要求定制 超手馅也要每天手工搅合 将近两个钟头 就连配料要用到的辣椒油 豆豉酱 他们都要亲自熬制